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播客入门的视频教程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小宇宙的主播后台去认领你的节目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去认领 那小宇宙呢,作为目前国内用户较多的这样一个通运型播客客户端呢 我们肯定是希望说我们去了解我们听众都在上面去听什么 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诉求说我要去在他的主播后台去认领我的节目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小宇宙的他的评论呢 相对于其他平台来说还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在主播后台去和我的听众去做一些交流 以及说我可能会希望查看我的节目在小宇宙上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想要去用主播后台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里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总归来说有一个主播后台就挺好的 我们可以去试一试 那么目前来说呢,小宇宙的这个主播后台的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 他目前呢,还是有些受限的 目前主要功能其实就三个 就是第一个是让你查看节目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查看你的总体的节目的数据 以及你的一部分节目的数据 此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恢复评论 那举报评论来去完成你的节目和你的听众的一个沟通 那这是他目前已有的功能,那随着他的这个主播后台的一些迭代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功能推出来 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后续持续关注 如果有一些比较重或者一些难以理解功能呢 我们就做出视频来让大家去方便的去学习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主播后台的接入流程 主播的后台的接入流程其实总的来说是分为五步的 第一部分是你需要在小宇宙这个APP当中去绑定你的手机号 因为你在外部端登录的时候是需要去输入手机号或全程码才能登录的 那你绑定完手机号以后你就可以打开电脑,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当中输入podcaster.小宇宙fm.com这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就可以在网站提供的界面当中输入你的播客的SS地址 那他会根据你的播客当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邮件地址 来去判断说好那我是给你发邮件还是说你没有邮件地址 那我就只能让你给我发节目后台的这样的一个截图 平台后台的截图 所以说那这个呢你就要去看你自己的节目是托管在哪的 你比如说像生产力危机那我整个一套全部是自己托管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用邮箱介绍验证码 非常方便的我就完成了我的认证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像喜马拉雅当的平台 那他们的平台对于SS并不友好 比如说我们刚看到黑水公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他只有主播名但是没有主播邮箱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通过邮箱来去验证 你只能通过主播在喜马拉雅上后台的截图来完成这部分功能 那么在验证正常以后就可以去认领你的节目 那后续你就可以在小宇宙的主播后台去查看你的节目的具体的信息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宇宙的这个节目的后台 他节目后台呢大概其实就长这个样子 因为我之前已经认领了我的节目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的节目 那如果你没有认领的话 就是你有你自己SS地址 那比如说我们用黑水公园的为例 点击这里的加号填入你的SS地址 然后点击下一步 他就会进行识别 那么由于黑水公园的使用的是喜马拉雅 而喜马拉雅在他的SS地址当中没有邮箱地址 所以我们只能说好这里他就会提醒你说 你可能要再上传后台截图 但如果你是邮箱登录的 那你就可以收到像我这样收到一个验证码 那你在这里面输入验证码 你就可以认领你的节目 你就会在你的小宇宙后台当中看到你的节目 那看到你节目以后 你就可以点击节目 进去查看具体信息 包括你的总体的数据 你的一些单集的数据 包括你的一些互动的信息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小宇宙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后台当中看见 好那关于说小宇宙的主播后台的一些基本信息 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后续他的主播后台更新更多的新的功能的话 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更新像的视频课程 好那如果你看到这里 那我要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 那你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是播客入门的系列视频教程 那如果你自己在做播客 或者是你身边有人想要做播客 那你就可以将播客入门的视频教程呢 推荐给他 那他的地址呢 是播客入门的全篇 播客入门.com 这个网站 你只要在浏览期当中打开这个网站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的视频教程了 好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